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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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很快看一下几个题目 題目的部分 第一题就是名词解释 所以我想大家都是蛮基本的 所以我想大家就是回去 如果有被扣分的话 就再看一下我们的slides 跟课本 基本上评分的标准就是一定会有些 keyword 所以你一定要提到这些特点就对了 像system code就是OS的interface 或者是一个function code 去codeOS的service 这些必须要有的 它不是一般的function code 只是一个function code content switch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主要就是在process execution 的时候 然后我们做交换的动作 Micro kernel OS 这边的话来讲 稍微改演了一点点 因为想要让大家记住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就是它的沟通 第一个当然它是modulized OS 把一个OS切成很多的component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 它把不重要的component全部 把它移到userspace 所以会要求大家提到说 它不只是functional 而且要把它移到userspace 然后透过message passing的方式去做沟通 那当然你漏掉了这个detail的部分 可能就会被扣一分 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因此被扣了一分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不只是modulized而已 更重要的是它是怎么被沟通 然后这些module被放在 我们整个系统运作的哪一个layer 和sharing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广义的定义就是让我们的 CPU的资源做分享 那如果你详细一点就是 有这些timer 的机制 所以定期的会做contact switch 然后preview instruction 就是只有在 这个kernel mode 才可以coder 执行的instruction 所以 其实它的解释应该都是相当简短的 所以就是那些keyword 一定要有没有的当然就会 没有办法给分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回去自己看就好了 就是这个slice里面的图 那扣分标准就是 你只要少了一条线 或者是它上面的event 写错的话 那就是扣一分 那就是扣到没有分数为止 所以自己大概看一下就知道 扣分是被扣在哪个地方了 好 好 第三题 第四 第三题 第三题其实非常重要 我在上课的时候 还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 为什么一般的电脑设计 是把segmentation放在上面 就是靠近user 然后paging放在下面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原因的话当然就是segmentation 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城市 的code的organization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code section 我们有这个 有放code的地方 有放heap的地方 有放local variable的地方 那每一个就是一个segment 它大小不一定嘛 所以就很符合segmentation的概念 可是当我们的OS要去管理physical resource的时候 就是physical memory的space的时候 就希望它是固定大小 所以我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些macking 对不对 pagetable的概念 去管理我们的实体 及记忆体的使用 很快可以找到哪里有空间 然后呢也不会有external的fragmentation 所以一个是以效能的考量 那这个是很复杂的 就让底层 下面的这一层来处理 那接近使用者的方便 我们的compiler 去compile程式 对不对 放到memory的这一块 那就再用segmentation再上层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必须明确的讲出来 为什么它是这样的ordering的原因 好 所以一个各三分嘛 所以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是哪一个部分 可能有遗漏的 那第三题似乎是被扣分比较多一些的 不過上课其实还特别讲过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这样子去设计 为什么这样去应用你们学到的东西 好 第四题应该还好 tlb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用大家就比较清楚 就是pagetable的caching就对了 嗯 对 所以这应该蛮基本的 为什么要flush啊等等 因为只有一个pagetable 因为很多的pagetable 可是只有一个tlb 对不对 好 第五题 dynamic loading linking 所以这也蛮标准 虽然答案有一点长啦 不过大家回去看这个slice就知道 就是不要搞反了就是了 好 那 呃 所以loading的话 其实只能是减少 单一一个 这个process 或者program load到memory 时候它的memory使用 对不对 所以你不用一次全部load进去 就叫做dynamic loading 好 那linking是在process之间 他们有一些library 有些memory content 是sharing的话 那就可以在run time的时候 再去看 需不需要把自己的那份 load到memory 所以它是run time的时候 才去link到 他要去code的那个 那一个function 或是library 因为有可能别人 帮他load到memory 他就不用重复做这件事情 好 好 第六题是memory map file 所以当然 我们特别有一个slice解释 什么是memory map file 然后它的好处坏处 所以 虽然我们slice里面没有名讲 但是上课的时候就特别提醒大家过 它的好处坏处 那稍微想一下也可以知道 就是放在memory 它的好处就是比较快 坏处就是它不太reliable 因为我们知道 一停电 memory的东西就全部没了 好 那所以 还有它操作的content 有可能很多人去修改 我们现在正在学synchronization 就知道 放在memory content 就是会有这个issue 那你透过file system 它就会帮你去保护这个档案 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只要大家一断电 你打开word 你只要按回复 东西就回来 但是如果你是用自己透过 这个memory map file 去access一个file的话 那一断电之后就自己要想办法了 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recover回来了 好 那第三个 就是 这个memory map file 到底会用在实际上 对不对 所以学归学 但实际上应用到底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就提到像萤幕 简单想一想 其实就是大部分的IO device 其实都是透过memory map file的方式去操作的 所以如果有请你去看Linux 你就会发现所有的IO device 都有一个对应的file 然后这个file 其实它不是真的file 它就是device的memory 然后它就是透过 这个操作file的概念 然后 但是是用memory map file的方式去操作这个file 然后就可以对那个device做IO 然后很适合 主要就是适合大量资料 的这种传输的时候 就是透过这种memory map file 一次把一整个这个file data的partition 把它写出去的方式 好 第七题是 不同的 我们集了三个use case 然后请大家去解释 这个 这三个 这个 电脑系统 适合什么样子的pagetable的方式 那这最主要就是 你要知道inverted page table的优点 还有它的缺点 对不对 还有就是single one level 一般的pagetable的优点缺点 还有hash 我们再教一个hash的pagetable的优点缺点 这个当然自己要先掌握 所以 看一下slice 应该就会知道 重点在哪边 那不过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对 system的这个是很scattered user memory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它用到的这个 实际上它用到的这个 page 其实真的用到的frame不是很多 但是它的page可能非常的散落 第一小题当然我们讲过啦 就是为什么要one level的 为什么要把一个table 把它用不同形式存 这是最基本的嘛 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 locate一个连续的physical memory 那一定要提到physical memory 因为pagetable本身没有办法再做mapping 所以我们才要把它breakdown成很多小的piece 然后用这种 对 pointer的方式把它再串起来 这样才可以fit in 一个single frame 也就是通常就是4kp大小而已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说的那三个use case 所以第一个case 如果大家去看就是很scattered 所以代表你有很多的pages 但是 并不是每个pages你都真的要去查它的 它可能根本没有被使用到 那你用hash 我们知道 对不对 它就可以 即使你的空间 这个你可能出现的数字范围很大 可是你真正会用到的数字 如果很少的话 用hash 每个bucket里面的 里面会有的content 的item的数量 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减少它的lookup的次数 对不对 第二个很快的memory 所以当然one level 是最快的 最直接了当 它只查一次pagetable 就得到答案 所以一定是最快的 但是当然它就很多其他的限制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 large number of processes 所以意思就是 每个process如果都有自己的pagetable 那你就浪费掉非常多的memory空间 就在存这些pagetable而已 而且我们又补了一个 你不需要考虑pagetable的事情 那inverted的pagetable坏处就不是一个concern 所以当然就是inverted的pagetable是最好的 所以应该是还蛮明显的啦 所以其实就是针对这三个做法的好处坏处 转换成实际系统上的代表的意义 好 好 那第八题 large的anonomy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提到 为什么这个anonomy 第二当然是这个anonomy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记得是增加resource 计算的资源 或者说直接说增加memory frame的数量也可以 那它的pagetable fault的次数 不但不是减少 而且它是会增加 维持都不行 必须是增加 好 好 然后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这个anonomy就是因为 如果有这个anonomy的话 我们作为系统 对不对 所以系统管理者就很难去管理这个系统 因为他不知道 我给他resource 他对这个整个系统的整体效能是好还是坏 那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做任何决定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straight forward 毕竟我们谈过 系统很多东西都是用tune出来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些特性 你要怎么tune 总不能random的乱tune 对不对 完全没有 不知道会让它变得越来越好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tune它了 好 怎么去解释 这个lru 对不对 它是一个Bloody的 这个 它有这个 它是符合 这个Bloody就是 它没有这个anonomy 我想这个大家 简单来讲就是它的定义嘛 对不对 就是anonomy 就是你必须要 如果给它越多的friend 它可以cover更多的page 那lru 其实是我们说 往过去history看嘛 所以你给它越多friend 它当然可以include 越多的pages 然后之前include的 因为比较近 所以当然也会include进去 这边我们没有要求到数学 或很严谨的解释 所以只要把那个概念说得出来就可以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 有这个概念 但是被助教扣分的话 或者有被扣分的话 这可以再来找我 可以再帮你们看 是不是合理的 好 所以这不需要严谨的证明 但至少要把那个概念说出来 就可以 第九题 这个当然自己回去再跑一遍就好 我想大部分人也都没问题 就是三个algorithm page replacement algorithm 跑过去 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不小心写错的 唯一一点是 我们评分应该算是比较弹性的意思 就是说 你每次的结果 我们只会看你上一次的 为基准 然后再去评分下一次 所以不会说 你前面第一个就写错 那后面就全部都算你错 你就assuming 前面的一个state是正确的 那你下面发生的事情的结果 是不是正确就可以 所以 如果你发现有多被扣分的状况 再来找我 那基本上也是 反正有一个错误 那就是扣掉一分 当然要indicate 哪些page 是会造成page 4 的 这个也不要忘记 写上去 好 然后顺序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说过了 所以你这边也可以写145 比如说 或者154 随便 只要是三个数字 有在那个栏位就可以了 好 这个 大家回去自己仔细跑一下就可以了 好 第十题 这错比较多 那 它的概念其实也很单纯 就是你有一个program 所以我们说它就是只有用到一个page 所以不要忘记每一次执行一个instruction 其实就会去assess 那个call segment 或者说那个page 所以说第一个page 当然第一个page 4 就是在load program的时候发生的 然后呢 我们说一共有 应该是有三个friends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friends 其实always是被这个call给赞助的 他always会被用到 因为每执行一个instruction 就代表你要去assess它一次 所以很多人是 就是有些小细节 但是就是部分扣分 部分扣分 这样子 但第一点就记住 其实program漏进去之后 一直去assess它的instruction 就等于在assess它的code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page 其实always 站住第一个frame 那第一次其实会产生page 4 之后就不会了 好 那后面的话呢 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去想 诶 你的程式的这些data 在这边来讲 就是a这个array 它被放到memory的时候 会占掉多少个page 那当然大家就算一下嘛 1000个element 每个element 我们说应该是4个byte 对不对 然后每个page 是1000个byte 所以意思就是 每一个page 你可以放下250个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你这个需要4个page 好 那当然就e序嘛 所以这题也是很单纯 就是从e序去读这4个page 好 那第一次asset 这四个page 当然也是全部都是page 4 好 然后呢 所以可以想到page 就是1234 然后再次4321嘛 那因为三个frame 第一个frame被扣站住了 所以只剩两个friends available 对不对 所以 1234 34进去之后 当你读回来 4321 所以43 这两个assets 就不会产生page 4了 对不对 所以一共就是code一次 第一次扫过这个array 四次page 4 所以五次了 回来 扫过来的时候 43 其实是会heat的 所以 不会产生任何page 4 21 这两个page 很不幸的 又会产生page 4 就是lru 对不对 或者说任何的演算法之前 都其实是一样 所以21 又不会产生page 4 L1会 所以再加两个 就是7个 可以吗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 程式就是这样跑的 所以如果你要去分析 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说 memory的layout很重要 或者data的layout很重要 尤其现在的应用 都是所谓 都是Io bug 就是说你都在读资料的时候卡住 然后大家在处理大资料等等 就是指的是你塞不进你的memory 你的cache 甚至你的memory都塞不下 会跑到swap去 就是在讨论这些东西 就是在讨论这些东西 你去看分析的程式 你其实是知道 你到底会access多少page等等的 那这个pattern你可以看见 就是它只有两个page access 可以被放在我们的memory里面 不会产生page 4 然后code 其实会占掉一个 好 所以很多程式 它去切资料的时候都用4kb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这个magic number 它要match我们的page 然后减少page 4 是非常有效率的方式 其实 好吧 所以大家稍微知道了 所以这是那个概念的一个简单的情境 那真实的program很复杂 那其实还是会同样考虑这个问题 好 所以答应该是7 你看到多个部分给分 就是如果你第一个low program 错了就是会少一分 然后后面如果要解释 所以如果你只写个7 那没有解释的话 助教当然还是会把你的分数扣掉 好 那有问题一样就再来 下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最后一题 看似复杂 其实并没有很复杂 只是问的方式就是 多少个memory address 这个address的bit 所以大家根据问题 然后从上面的字里面去找答案 就对了 对不对 所以 address bit 不要忘记就是address bit的数量 所以就是page offset 所以就是page size 到底是多大这件事 然后这个size 要用几个bit来表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找page size 我们就会写 欸找到了 对不对 1kb 那1kb用10个bit 所以就是10个 再来勒 这里 所以这稍微有些细的 大家稍微留意啦 我记得那时候有提醒助教 考试前都教了大家 尤其注意这些播放 所以这个是他的size 是整个page table 到底要多少memory的空间去存 所以第一个 你当然要知道这个page table 有几个entry 然后这个entry的数量 再乘上 一个entry 需要几个byte 那是你的答案 对不对 那 所以 我们知道这个 一共是12个logic address 12个bit 你用了10个嘛 所以当然就剩下2个bit 所以也就是4个entry 然后咧 你要去找 一个entry到底用几个byte咧 我们有讲4个byte的page table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成长4个byte 所以就是答案了 好 好 contact switch 对不对 这个是要去算你的 这个memory的access time的重点 就是你的 这个到底tlb有几个heat 对不对 所以还记得那个算法 所以 其实重点就是你去看这每一个 它到底是不是放在 这个memory access 是不是在同一个page 还是不是 然后 是的话 一样我们的这个size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entry的数量 是只有两个entry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们下面有写了 就是这几个是miss的 第一次access的时候 所以这大概是第二个page 所以这四个会有miss 所以重点就是 你要去知道 它是assess 第几个page 按照它的顺序来讲的话 哪一些会是被cache 哪一些不会 那知道之后 就套进我们的公式了 对不对 如果是miss的话 你就是只要去 assess一次就好 如果是hit的话 如果是hit的话 只要assess一次 你的tlb 然后assess 你直接assess 就是memory content 如果miss的话 你会多一个100 因为你要assess page table 然后就算一下就好 只要公式对就可以了啦 所以 如果不然算错 就是partially 扣一分而已啦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logical跟physical都给你了 那就问你到底 它 当初这个 assess的page table 里面的frame number 到底是多少 所以 其实也就是 还有它是 assess page table 里面的第几个entries 那其实就是 把它转换成 physical和logical address 的bit之后 然后就只要去看 前面的frame number 跟page number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page number 你看是0 就代表它是assess 第0个entries 然后physical number 前面的frame number 或者是11嘛 那就是第三个frame 对不对 所以 只是要 去找到答案而已 其实就是找到 正确的数字 转换成答案 好 就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的 有没有 有同学想要先 问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下课 自己私下 再来找我 ok 所以 虽然说OS有不少是 背的跟基本观念嘛 不过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 希望在考试里 让大家知道 其实你们学的这些知识 是跟程式的执行 跟你现实中 系统设计是 有很多相关性的 只是 就是要套用进去 你才会发现 关联性在哪里 好 好 好 那上次 很不幸的居然卡在一半 所以呢 我们就很快的先把上次卡数的地方 比较完整的跟大家再review一次 然后呢 我又帮大家再多补了一些内容 所以让大家可以知道更多一些 好 所以我们上次在讲的是 这个 我们学到了这个synchronization 对不对 critical section 的概念 那在你写程式的时候 尤其就像pthread这种 你用share memory的平行程式 它就需要去处理所谓的synchronization的issue 好 那所谓的synchronization 在programming的概念来讲 指的就是说去控制 你这些执行序的 执行的顺序 或者是它执行的时间点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 目的就是两个 第一类 解决我们说的raise condition 对不对 所以就是会 结果会 没有办法预测 这个是programming不要的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raise condition 的事情 所以解决的tool 就是我们上次介绍到的tthread 里面呢 就提供了这个mutual lock 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critical session 的概念 你不用去担心怎么写这个entry session 跟exit 它就包成一个function code 然后让你去解决这个raise condition 的问题 所以这是第一种用法 那我们的上课里面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更希望去介绍的是 进一步看lock跟unlock的实作方式 到底有哪一些 好 这是第一类的用法 第二类的用法 就是我们提到像是critical 这个condition variable 这件事情 这个工具 那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控制 或者是触发 这些执行序执行的时机点 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所谓的condition variable 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一个variable 就像是一个waiting queue一样 就是一个event的waiting queue 所以呢 所有这些thread 或者process 去call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wait 就是你把它block住 然后等某一个event的发生 那触发这个event 或者去把人家叫起来的人 就是可以去call signal 或是broadcast 所以你可以一次叫醒一个人 或者是一次把所有 在waiting on 相同event的人 把他全部叫起来 让他继续开始执行他下一件事情 所以你在控制他执行的时间点 这件事 那这就是condition variable的作用了 那这个 这样子的设计 在很多language里面 尤其是平行的 尤其是sheared memory 的这种平行 像thread programming里面 你都会看见所谓的condition variable 那实作来讲 所以每一个library 每一种thread programming 或是这种pairro的language 他去support condition variable这件事情的方式 就是他library code function code 的设计 都可能不太一样 这depends 因为implementation 但是概念 都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们提到的是像 以pthread again 以pthread为例的话 你就看见他就是 waitsignal 跟broadcast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的wait的部分 除了要去wait 一个condition variable之外 它还必须要丢 丢一个mutex lock 给它 也就是说 在pthread里面 这个library里面 它去用condition variable的方式 是规定你一定要用 像这样子的写法 也就是 在code的人 跟被code的人 或是说wait的人 跟single的人 两个人都必须要在critical section的里面 那原因就是 我们提到的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condition 这个触发condition的这个变数 不是condition variable本身 而是 会触发condition variable的一些变数 往往它需要被critical section 给保护住 就像这边的x 因为你要去比较嘛 所以你也不希望它比较的过程中 有人去动它 对不对 或者说这边再去modify这个变数 所以当然一次只能一个人去动它 所以以coding的角度 这个library 所以pthread 它希望大家是follow这样子的一个coding style 去减少一些 妥官名上面无味的的error 免得到时候debug到封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规定一定要放在critical section的里面 纯粹是 pthread认为这样是一个好的coding style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看其他的thread library 上次有同学就来跟我提到 c++里面的看到的就不是长这样 所以这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每一个language有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指的 请注意是pthread pthread是这样子去定义的